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张 我今天来到这边的一个水石子 这里来赶海 发现这底下,这个水根下,一看 底下,这来了就发现一大螃蟹 一边都在这底下 哇,这个钥匙没有打钳子,还弄不动 哇,这只好大呀 拿起来给大家看一看 让大家跟我这个脸比较一下 哇塞,这只大瘦子鞋 你看,挣得太过瘾了,这只 回家,哦,挣出来吃点多肥啊 快松手,下来 哦,妈,前的下松手 哎呦,直接把它放到桶里面吧 这只还是这只母的呢 你看,这只鞋片子太好了 打电水痒了 今天雨点汁了,我怕它一会就死掉了 走吧,咱们抓点,下去看看 看这个石块底下 过来发现一只蚊蚝腿 我这只吃甲蚊蚝,出来 哦呦,这只个头也不小 像这种吃甲蚊,它的那个大钳子特别的有力 被夹一下的话,估计就会出血的那种 这只虽然个头没那么大,但是它的钳子是特别的肥 来,这只鞋片正是吃螃蟹的时候啊,出了 看,这边这个石块场,发现一只鲍鱼系在这边 给它,帮下来给大家看一看 呦,你看你看,这个鲍鱼还在吃这个小螺的 刚刚在它嘴这一块,这是它的嘴 这只鲍鱼哇,个头还算不小呢 回家直接做个蒜蓉鲍鱼吃,应该是不错的 给它收了啊 它不想进来 大概十块,再抓几只大螃蟹回家吃啊 争取今天家人一人能分到一只 好,这只鲍鱼 好,这上面你看,这些小螺 比过段时间长大了都是我的 小的还不用 好,这只喜欢藏在这些鲍鱼缝里面 哇,你看,这边又发现了一只鲍鱼,在这 给它翻过来看,是不是带肉的 是耶,你看这也是一只活的鲍鱼啊 再洗一洗 这个鲍鱼可名贵了,咱们这边得好几块钱一只呢 看这个裙边这个肉可好吃哦 回家煮一煮,或者是那个做个蒜蓉的,都特别的好吃 给它收了 这边发现了一只小鲍鱼,看这里还有一只这种小螃蟹呢 哎呦呦呦,这巴掌鱼直接吸到我的手上了 出来一下,吸的还很紧 颜色煞白,可能有点上火,生气了 哎呦,这只挺活跃的 这个爪啊,吸服力特别的强 看,皮肤很好啊,特别的板 给它收了,回家直接摆住就行 来吧,这螃蟹老是夹它的鲍鱼 收了收了 嘿,哇,这个石块太大了,把它搬起来 看看,哎呀,没有货,一些小螃蟹,小鱼什么的 一个一个都看看,哎呦,看看看,这边又发现了 也是一只鲍鱼,看一看 哇,这一只,个头小一点啊,最近 这些鲍鱼个头不是特别的大 还是很脆的,这种鲍鱼啊,很嫩 这种的话就适合这种,或者白煮的话就一口一个 或者是辣椒,都还行吧,这边说了 等到10月的话,鲍鱼就长大了 哇塞,你看,这边一下子发现好几只鲍鱼 这鲍鱼旁边还有这个小虾,你看到没有 好多种小虾呀,哦呦,看到没有,看我手上了 小鱼小虾特别的多 哇塞,这是这个,哎,海鲜池子嘛 哎呀,哎嘿,这又一只鲍鱼 这只这,还有一只,鲍鱼都不小呀 一下,找到三个,你看 三只先收了啊 这底下,一只大虹腿,看到没有,它在往里退 哎呀,它已经发现我了 哇塞,出来出来出来 你不要往里退了,再往里退,我就抓不动了 出来,这一只鲍鱼不小 我都放到水里面,大家看一下 哎呀,这只可以吧 这种大虹腿特别的好吃 哇,回家做个香辣蟹吃吧 这种特别的有肉 这个大钳子,特别的肥啊,出了 看这只鲍鱼,过来就发现这边 你看看看,吸在这边,吸得特别的紧 这个肉都扒在这个石头上的 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只鲍鱼好活呀 很有生命力,你看 今天鲍鱼收获的不少,回家一大盘够了 今天儿子又有苦福了 说了说了 看,这片水流下有这个海鲸 哇,这个海鲸真的好漂亮 是黄色的,看到没有 看这里面这个肉里面也是偏黄色的 好美观呀,回家直接晒成标本了 喜欢的朋友们可以私信我 给大家送去啊 咱们在这块水流再好好找一找 这边有这个红色的 你看,这个是五角海鲸 红色的,你看到没有 这里面的这个籽是可以吃的 这里面是带黄的啊,不过这个个头不是特别的大 手掌心那么大 你可以晒出来送给大家 哇,这边又来了一只 胖大星,哇,这只好漂亮啊 这只也是黄色的,你看 不过这个角稍微有一点点断足了 看到没有,它很快就会长出来 我想想要不家里买个那种大鱼缸 可以养了它们也行啊 这只真的太美了 给它说了,前面还有 来,我把这些给点回家吧 这只也很漂亮 哇,这只很健全耶 你看,形状也特别的漂亮 颜色也很美观 个头还挺大,你看 比我手掌心还要大很多 哎呀,你看 上面是黄色的 煮出来的话可能颜色就整体会变成一个 黄色 也会很漂亮的啊 戴着 看这边这个底下 看,已经吸到下面这个海星 哇,被沙这个冲下去的 这个雨点,弯在这一块了 也是很漂亮的啊 都带走了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出了一些海星 然后八爪鱼 集着这种大螃蟹啊 鲍鱼也不爽 咱们喜欢海星的朋友嘛 就直接私信我就行了 不要跟我客气 回家煮一煮到时候送给你们 咱们下期再见咯,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